拿著麥克風向民眾推廣為老都根 而這人正是許巧新的老公劉彥禮 座談主辦單位正是由劉彥禮 擔任理事長的中華民國都市更新 研究發展協會 但現在卻被民進黨議員之一 只專挑松山信義區辦獎座 這麼剛好這裡就是許巧新的選區 趙一鄉質疑許巧新和劉彥禮 沒有利益迴避 趙一鄉不只翻出都根協會臉書 過去就曾PO文聲稱 為老重建是穩健可靠的理財方式 他更起底層代表都根協會 向住戶說明的顧問黃凱軍 還是建商背景 這個座談會當中有談成的 那這個談成的建案 是不是又涉及到建商的利益 而實際詢問當地里長 也證實有參加過都根協會舉辦的座談會 更有里長PO文標記 感謝許巧新贈送的三個禮品摩采 但對於劉彥禮身份一無所惜 面對綠營質疑 許巧新獲獻說明 沒有跟任何的建商有牽涉 也完全沒有任何的不正當的利益 儘管許巧新澄清 沒有不正當利益 但翻開協會名單 不只劉彥禮和羅盛德在內 常務理事唯純佑 更被趙宜祥質疑 加入協會後 幾個月就被國民黨 聘為新媒體中心主任 種種連結 不免讓人有諸多聯想 三選郭斯文好長 台北什麼的